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8月25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印在金庄国家会议间隙举行的会谈陷入争执 独立报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一缓和两国边境争议地区的紧张局势 两国领导人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庄国家峰会期间会面 这是三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公开承认就争议领土举行会晤 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印度和中国关系多年来一直紧张 并在2020年发生边界争端后进一步恶化 不过,对于哪一方要求举行此次会议存在分歧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这次会面是应莫迪先生在金庄国家峰会期间提出的要求举行的 但印度外交部消息人士告诉独立报 印度方面很快表示会面是因为中方提出了举行双边会面的请求 自2020年以来,这两个南亚邻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恶化 双方数千名士兵驻扎在两国共享的边界线及实际控制线上的几个分界点上 这次会谈是在金庄四国峰会期间举行的 金庄五国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 旨在对抗西方多边平台 印度外交官坚称,如果边界问题得不到解决 就不可能一切照旧 而中国方面似乎淡化了得理的担忧 并敦促对局势采取长远看法 北京的著名捍卫者对加强社会控制感到愤怒 南华早报 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 对中国社会缺乏开放和宽容表示担忧 以遵守官方路线而闻名的胡锦涛 呼吁营造一种促进放松和自由的社会氛围 并表示控制日益加强的社会并不令人愉快 此举被视为官员们正在对经济衰退之际的情况 进行反思的一个可能迹象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放松整体意识形态控制 中国可以通过迅速行动避免日本化 日今亚洲 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后泡沫时期的日本相似 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可能日本化的担忧 导致日本经济增长放缓的三个关键因素是 资产泡沫的破裂 人口结构的变化 以及社会契约与全球化的不匹配 中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但两国情况又存在差异 中国泡沫的规模和破灭程度尚不确定 政策措施的速度和有效性将至关重要 中国的一党制国家可能在实施不受欢迎的措施方面具有优势 但公众情绪仍可能产生影响 此外 如果中国经济停滞 中国的体量使其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反馈问题的影响 中国在人口变化方面也紧随日本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将影响需求和房价 不过 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先发制人 关键问题是北京能否遏制泡沫破灭带来的损害 中国经济的命运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以及中国政府和社会迅速采取行动的意愿和能力 华为与爱立信续签许可协议 以期将其技术专利货币化 南华早报 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瑞典爱立信公司签署了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根据交易条款 两家公司将有权在网络设备和消费设备中使用彼此的蜂窝技术 该协议涵盖3G、4G和5G技术所必须的专利 华为表示 该交易将创造一个更强大的专利环境 该协议承认每家公司知识产权的价值 由于华为继续面临智能手机市场和网络基础设施业务的挑战 该公司正在寻求将其专利转化为收入 中国悄悄从美国精英大学挖走芯片人才 南华早报 据路透社采访的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已以新的名称和形式悄然恢复了千人计划 TTP从2008年持续到2018年 旨在招募受过外国培训的精英科学家 但被视为对美国利益和技术霸权的威胁 中国提供购房补贴和签约奖金等福利 金额在300万元人民币42万美元至500万元人民币70万美元之间 他针对那些在半导体等敏感或机密领域工作的人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的 中国需要在半导体领域实现自力更生 启明创投是中国加快科技进步的更广泛使命的一部分 此举正指美国采取措施 限制中国先进芯片的研发和生产 尽管中国表示通过TTP进行海外招聘的目的是建设创新驱动型经济 并促进人才流动 但美国却指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技术 路透独家 中国计划将股票交易印花税削减最多50% 以重振市场情绪 路透社 据报道 中国当局计划将国内股票交易的印花税削减多达50% 以重振该国陷入困境的股市 削减目前0.1%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提议建议削减20%或50% 最快将于周五做出并宣布决定 此前 中国领导人7月底誓言要重振全球第二大股市 该市场受到中国经济复苏低迷和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打击 汽车制造商长安·纪比亚迪长城之后进军东南亚 在泰国建厂 南华早报 中国汽车制造商长安汽车宣布计划在泰国建设电动汽车组装厂 投资18.3亿元人民币2.51亿美元 年产能为10万辆 该工厂将为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南非的客户提供服务 长安汽车是继比亚迪、长城汽车、合众新能源汽车之后最新投资东南亚的中国汽车制造商 泰国市场以其规模和强劲的业绩吸引了中国汽车制造商 去年该国销售了84万9388辆汽车 中国的进口禁令损害了日本海产品行业的扩张计划 日经亚洲 东京电力公司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废水排入太平洋后 中国暂停进口所有日本海鲜产品 自2011年核事故以来 中国已禁止从福岛附近线进口几乎所有食品 这一禁令对寻求扩大海外市场的日本鱼业造成了打击 习近平和莫迪在金庄国家会谈中同意维护边境和平 日经亚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南非金庄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举行会谈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维护有争议边界的和平和改善双边关系 他们同意只是官员努力实现边境地区的脱离接触和降级 这次谈话是在中印关系紧张之际进行的 其中包括印度禁止中国软件应用程序 日本紧急出动战机监视冲绳岛附近的中国轰炸机 路透社 日本防卫省紧急出动喷气式战斗机 监视在冲绳岛和宫谷岛之间飞行的两架中国空军轰炸机 据观察 中国轰炸机飞越冲绳岛和宫谷岛之间的海峡 该海峡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军队演习夺回岛屿 关注中国 南华早报 周五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军队在南海附近举行联合演习 该海域靠近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 演习在黄烟岛以东约240公里处的海军基地举行 黄烟岛是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夺取的渔场 演习约有1200名澳大利亚士兵和560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参加 模拟夺回敌方控制的岛屿 此次演习是在本月早些时候 中国阻止菲律宾向南海人爱交 执行补给任务之后进行的 菲律宾一直在主持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谈判 以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中国国防部敦促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路透社 在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设备后 中国国防部呼吁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恪守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停止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 美国和中国将进行谈判 两国都将贸易更聚焦邻国 路透社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正在中国访问 以加强两国关系 美国和中国曾经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 现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不断增加 这种贸易模式的转变被视为贸易区域化的新趋势 可能对全球增长构成风险 经济限制 安全担忧 美国利率上升 以及与其他国家完成贸易协议等因素 导致了中美贸易下降 中国申请加入全面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可能会遭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对 中国海军表示 正在测试地球上最强大的线圈炮 南华早报 中国海军开发了一种强大的线圈炮 这是一种能够高速准确地发射炮弹的电子动力武器 在射击测试中 该枪在不到0.05秒的时间内将124公斤的弹丸加速到7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虽然武器的确切尺寸和最大射程是保密的 但以这样的速度移动的炮弹可以击中几公里外的目标 中国顶级选秀节目因已故流行歌星李文的遭遇引起轩然大波而暂停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最受欢迎的选秀节目之一因已故流行歌星李文声称受到虐待而被暂停 该节目以好声音为蓝本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遭到强烈反对 观众和粉丝呼吁抵制 该节目的播出机构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已展开调查并暂停该节目 抵制活动也蔓延到了节目的赞助商 用户敦促他们撤回对节目的投资 自上周指控曝光以来 呆具的制作商Star Sien Holdings的股价 以下跌一半以上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 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一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obrief.com 2213 3w.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db.7105 3W.7 вместе感兴趣的每日 Sportsnet